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想请问一下在座 有家长有同学 只要有学生跟家长 我想请问在座今年已经有报名的 打算要选年支援的人举手 已经报名的 好我这样子问太麻烦了 就是你今年没有报名 但是你今天是来听听看 未来有个机会要报名的举手 有没有 诶 还是有 好 欢迎你 那我要再问 有没有在场 你已经是今天 因为绝大部分都是今年的报名学生 对不对 联合科大报名学生 我想请问 已经确认提交志愿了 有没有 你有从15号开始 有没有 都还没有 因为刚才我得到的数据 已经有374个人完成提交 所以今天没有在这里 好 因为如果提你提交志愿 对不起 你也不能再更改了 那你听的话 呃 我们今天是找你一些技巧 好 但是我希望再做 你们回去 今天就会很快 完成你的志愿提交 OK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 在香港招生这么多年来 在这个时机点 来办这个选拳志愿的说明会 主要是因为 现在是电脑化的时代 好 以前田志愿要画卡 现在呢 我已经把它改成电脑志愿选拳 而且是在各位 前天DSC成绩出来之后 我们才让你们来选拳 全世界我们受领52个国家地区 也唯独只有香港地区 是在成绩出现之后 才做志愿选拳 其他的国家地区 包括澳门 马来西亚 我们所知道的 印尼缅甸 美国加拿大 英国 他们到台湾 以乔生身份来升旋 都是在报名的时候 就选拳完志愿 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是指纹 但是这也是我们对于 香港同学的重视跟关系 我们希望同学们呢 可以要了解自己 而且用比较长的时间 来思考 来了解 大概可以怎么样去选拳志愿 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说明会的目的 那么今天这个说明会呢 我打算这样子来进行 等一下呢 我们会有一个选拳志愿的一个简报 我是请陈德胜老师 还用广东话来跟各位亲切的做说明 里面包括查询孝心名额 包括选拳志愿的诀窍 包括接着选拳系统怎么去操作 这是非常实目的哦 最后我会告诉各位 我们联合分发是怎么派位的 怎么进行分发 这样你就会比较清楚 你大概要怎么去填 比较有力 最后呢我们今天有请到 现在在台湾就学的学长姐 来进行新的分享 那我知道在座康宁大学的麦院长 也是这个 乔生的身份到台湾去求学过 我今天也遇到几位 领东啊 或者是其他大学老师 他也曾经在台湾求学过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到场 但是呢我们想说 从不同世代里面 来告诉同学一些心得 怎么样到台湾练书的心得 最后我们可以再放一个Q&A 那我希望今天 我能够准时在五点钟的时候来结束 那不晓得这样的流程安排 可以吗 有满足到你的需求 好 谢谢 谢谢 掌声